那我请教智昌大哥 今天仍然多空交战 占出了5000多亿的成交量 那今天下午事实上 众头大戏 包含了连电月光 都有非常重要的法说会 我想从第一季的结束之后 很多公司都开始召开法说会 那法说会目前的整个重心 是落在营收跟营以的获利 是不是跟股价能够相称 因为你有多少股价 就有多少营收跟营以的 必须要交代 那我们来看说 目前台湾的股价指数 最高已经冲到了17630点 那从4月22号的大量 也就是7675亿的上市跟上规 合起来的大量 但目前为止 这个好像降温的速度 还没有那么快 目前还是呈现了5000多亿左右 所以这种量的话 我们来看说 第一个半导体方面 半导体方面 连电的这个走势 还在一个比较属于 这个多头的一个阶段当中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连发科 跟台积电的这个走势 连发科到了1000块 之上了之后 就开始进行一些盘整 那今天曾经要攻到这个1100块 但是还是这个萨以阿贵 因为今天的这个量 还有整个强劲的那个速度 并不太够 那我们来看这个其他股票的这个走势 包括这个群创有达 跟这个TFT低价这个走势 目前还出现一个强势 那这个强势呢 跟这个喝顶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看旁边上每一个族群 包括今天的仿签列股 那包括今天的这个钢铁列股 都是属于延污料的这个族群 它低价列股呢 都有强势的这个表现 这个在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在低价列股当中呢 形成一个比较投资人 比较敢买 敢冲 因为它的这个融资也很高 的一个走势出来 那这样一个状况呢 如果说是出行在大型列股的话 就又不一样了 像中钢今天的走势呢 就比较就比较弱一点 因为它到几十万站的 这个成交量出来之后 然后厂盘竟然也出来了 所以说它在做这个 开始在进行一些盘整 从股价来看的话 大概在40块左右呢 进行一些盘整 那钢铁列股呢 都有这种走势 比方说像大成钢 像中鸿钢铁 目前今天的这个钢铁的 这个走势呢 是比较弱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货印的 运输类股这个走势呢 今天是开高走地的 今天常常海印的这个走势呢 是开得比较高 然后刹了尾盘 对 尾盘呢 是往下掉的 所以说这一类股 包括阳明啊 包括这个万海 等等的走势呢 我想呢 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 进入一个整理呢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虽然说外资呢 也从这个大型的 这个前置股 比方说像台积电等等呢 稍微有退出 但是新台币 还是非常的强势 还是在这个27块9 27块8左右呢 不断的在这种盘整 那会不会继续在工 我们认为说继续在工的 这个汇价的这个能力呢 是不是太 这个趋势呢 不是很明显 甚至是有这个盘整的 这个走势 所以说台股这样一个 过热的这个状况呢 基本上呢 我们会发生一些质疑 就是说你现在在 易估EPS的话 都是以第一季 然后以第一季的 这个直线法为主 对 可是第一季呢 是一个非常高 非常high的这个状况 等下我们看这个 景气特效性 就知道 是一个红灯的这个状况 那你用第一季乘以4 这不太不太对 那我们发现说过去 台积电在一路上涨的 这个过程当中 目标价在提高的时候 也是这样在估 你就乘以4乘以5 结果发现说 它本益比已经来到了 三十几倍 所以说这样一个状况 那加上一些利多 一些那个盘本的配业 多的话 那自然而然呢 这个整个股市呢 就降温就降不下来 而且也没有办法去得到 一些这个适度的这个平整 你就看了一些股票呢 不是这个涨 就是那个涨 然后整个成交量呢 这个还是依然呢 五千多亿左右 那这个从半导体的 20奈米晶片 今天的联电的开 召开法说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20奈米呢 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是 产能的这个需求 还是很旺 那供给呢还是不足 所以说有一些 所谓的互惠的协议 就是说它可能要 跟一些厂商 做一些合作 但是呢 联电对这个是非常保守 因为它认为说 我已经投资了 15亿美元的 这个28奈米的这个产能 那如果说 我在跟你们合作的话 是不是这个产能方面 跟它的资本支出 尤其是它财务方面 有一些负担 那所以说 今天的这个联电呢 是开高走地的 它的这个投资人呢 并不认为说 联电会做这样一个动作 会有一些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发展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封测股 因为法售已经开到 事业底 已经快要 这个整个快要结束了 那封测股方面呢 日夜光呢 今天丢出了 1.99元的EPS 所以说第一季的 这个EPS 1.99元 有一个惊讶 所以说 它的这个封测跟封装呢 大概各占了 737亿 跟这个615亿 两个这个营收 那这样一个营收的话表示说 在封测方面 目前呢 是比较集中的 但是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这个封测跟封装呢 基本上呢 它是平行的 那从类别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汽车晶片 汽车的这个封测 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概有36%左右 那这个包括说 苹果M2 它的这个晶片 比较前进的这个晶片呢 它拿回来自己生产 它原本是由Intel 去主导的 但是呢 目前来看的话 它宁愿说 那这么好的利润的话 它是不是由自己来生产 那比较能够放心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经济部 我们这个副院长就讲说 整个半导体先进的这个制程呢 现在目前的这个 在本土化 而且希望说 整个半导体的这个领先 我们能够领先 全球其他的这个产能 包括7奈米的 5奈米的 跟3奈米的 都能够这个满足其他的需求 当然你要这样做的话 其他的设备厂商 包括加登啊 包括这个凡仙等等 它势必要扩厂 所以说一个小小的一个上柜的厂商 它资本支出呢 竟然要动到50亿左右 这个是在过去当中呢 是不可思议的 好 加登是台积电 蛮重要的合作伙伴 对对对 那另外呢 你看这个敦泰也是 它打建了这个特斯拉这个厂之后呢 它需要比较多的产能 所以说它必须要做一些这个扩厂 那相对的 这个联花哥所投资的这个惠顶方面呢 由于受到这个国安法令 而且受到美国的一些法令的一些影响呢 它必须要减持一些持股 那在减持持股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惠顶的这个股价呢 就大幅的这个滑落 而且总市值呢 大幅的这个滑落出来 这个我们可以从 这个惠顶的总市值的变化当中呢 看得出来的 所以说很多产业跟很多这个股价呢 目前呈现一个跳跃式的成长 那我们提醒说 部分的股价呢 夹杂的一些题材 而且这些题材呢 会不会落实 有待于未来的这个考验 而且呢 从4月22号 而且外界会关心 多空交战的争议是 这一波 这个全球的缺料跟涨价的行情 到底是短期的疫情 跟这个货运不顺 供应链不顺造成的 还是它真的是一个长期景气的 大波段行情 那我认为说 4月22号 那个很大的一个量 到目前为止呢 要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的晚上呢 美国FED要召开 它的一些会议 那这些会议的话呢 会使得这些价差的这个投资人呢 会有一些警惕 所以说 可能会要留意的是说 本利比有没有过高 你持有的这个股票 虽然说 没有泡沫化 或者是没有怎么样 整个基本面发展的这个状况 还是很好 但是呢 从政策来看的话 转工为首 这个非常的明显 像拜登提出来的证手税 从20%要提高到39.6% 这个就可以知道说 当行景非常的热 当我们的这个股市呢 当我们的私底的经济 联系出现两个红灯的时候 那时候Anticycle 就是说 在对付这个反警惕循环 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他宁可说 这个景气是慢慢走 而且走得很久 他不是说 一口气走完之后 马上呢 出现一个临存整户的现象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投资股票呢 临存整户的现象常常有 就是说 你涨了一段了 涨了100%之后 200%突然来一个利空 然后啪 整个都跌下来 所以说 我想呢 晚上FED的这个 所提出来一些政策的一些风险呢 大家要留意 所以说因为市场上呢 阳请的这个现象呢 常常有 而且这个阳请的现象呢 基本上都还是讲基本面的 对 他认为说 他的目标价是多少 一路这样子这个往上跳 所以说 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要提醒的 特别是 在4月22号 那个大量之后 到现在 我认为股票市场 需要整理 需要回档休息 好 我们稍后回来